大家好,我的名字是孙智杰,今年十岁,我现在在Browler小学念书。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本书是《皮皮放屁屁》。 作者是比里特·米雷,她是位德国作家。 这本书讲了一个青蛙皮皮的故事,皮皮是一个爱放屁的小青蛙。 她天天放屁,而且五十五克的放屁。 她的爸爸妈妈及老师都很头痛,她的同学也笑她。 连她的医生被她的皮臭得五言一对。 可是就是因为她,她的皮使她体验了一个难忘的经历。 你们想知道皮皮发生了什么事吗? 请到南海岸中华文化中心儿童图书馆去介绍这本书《皮皮放屁屁》。 希望你们,你们喜欢,再见。